花莲农田水利会复原新泉寸 拥有百年历史 近年来水利会也逐步修缮维护 不过复原神社段下游的土蹄边坡 部分出现崩塌 危及上方住家安全 住户特别向乡民代表澄清反应 希望相关单位尽快协助改善 保障人民的住家安全 沿着新泉寸走 上方住家边坡党土墙老旧 甚至后段就仅只是土蹄三坡 没有任何的防护 附近住户表示每逢好大雨冲刷 威胁住家以及农地的安全 造成生活困扰 沿着半山腰披肩的新泉寸 从布园神社段往下游到住家聚落 有将近百公尺的边坡陡峭 部分也出现崩塌 危及上方住户以及下方农地的安全 激活住户陈情反应的相代表林玉芬 村长无命意 会同了水利工作站人员到场会刊 寻求解决之道 从布园蝴蝶谷水源头 一路灌溉富园三村 以及光复大丰大富地区农田的新泉寺 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 瑞瑞水利工作站修缮维护得宜 而今年度也编列预算 整治沿线的通道 一例后续水浸沟的管养维护的交通 而对于民众曾请改善土地边坡的问题 水利会在会看后表示将上上提报演议 记得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